我今天要讲的是我的人生的体验 珍惜生命中的每一个美丽 其实我要讲其实就是 你看见自己就会看见幸福 就是不管它多么困难 这个遭遇是多么的 你自己可以去创造 去追求它的这个幸福 那我等一下我会讲说 我做了很多工作 但是我最喜欢的态度 还是在慈基大学见任教授 那我也解释 等一下会解释 那其实这个字 这个生命中的每一个美丽 其实说我在看书里面 其实生活的美丽 是你自己去追求 自己去创造的 这个追随 其实它可能是去创造 去把握 它英文应该 它用什么写 我不是 就是去追随 追求 那去欣赏你生活中的每一个遭遇 每一个遭遇 你欣赏它 它就会变成一个美丽 这个电影很多人都应该看过 其实它是一个悲剧 是一个战争的时候发生的 就是美丽人生 但是它 因为它心理上的这个 可以把一个战争 把它弄成 当然有很多人说 对一个战争 应该是谴责它 不应该用这么 诙谐的这个角度来描述它 但是这个就是你每一个人用不同的眼光来看 同一个世界 它产生的是不同的心理整个感受 那其实我今天要讲就是说 你只要你好好学习怎么样打点你的生活 让生活充满每一个一个的美丽 在懂得去追求欣赏跟珍惜 就是苏格拉底他讲的这句话 他真正的意义 那我要讲的就是说 从我的 我自己的过来 从我的学生生涯 职业 事业或置业 一直到我的生活 来讲我自己的一些感受 这是我大二的时候 我是台大医学系 大一大二还比较没那么忙 去爬山 这是我们那时候叫玉秀 玉山跟秀孤兰山 没有想到说参加这个 台大那时候登山社的人很多 一千多个人 现在登山社要找五十个人 都还有困难 一万个 两万个学生们 请我找个登山社的社员 都还有困难 但是爬山影响了我的一辈子 不但是我的嗜好 而且连我的工作 我的老师 都跟这个登山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是 我有两个同学 有两个是山地人 他的脚是绑着 那很早以前 已经四十几年前 脚缠着 这一脚缠着这个纱布 已经好了 好谢谢 那时候是大二 去爬山 那之后就慢慢慢慢 跟这个部落 也有感情 就办这个活动 办这个医疗服务队 那那个地点在四近南省 在大同乡宜蘭 四十年前 大概那地方是没水没电 但是碰到一堆慢性病人 精神病人 这个脑外伤 其实我们 我们都无能为力 那唯一的成就感 就是说 我们带了很多 那个蛔虫药 然后就拿 显微镜就去检查 就每个都有 后面就说 不必检查了 每个都给他吃药 就全部都给他吃 那个 就是很有效 隔一天 奇怪都不去上厕所 整个操场中间 全部都是大便 然后一头一头 都是蛔虫 然后我们要去游泳 哇 糟糕 那个游泳那个词 西边也都是蛔虫 这是唯一 我们能够帮得了忙的 其他的这些都帮不了忙 这个什么慢性病啊 这个精神病啊 这个 这个后遗症的这些啊 那那时候就是说 就会有一种 感觉就是 那个时候 要证明说没有电啊 就是点着蜡烛在吃饭啊 还蛮浪漫的 但是你一天很浪漫 一年 两年 十年下来就不会那么浪漫了 然后 那个 这是我们同学啊 就是 就 柯昌明有一个名义 做复材哥不应证 这是赖美俗啊 四十年前的 差不多四十年前的照片啊 这是原住民的部落 然后 这个是 从这一个里面 就是说 想 我们总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总不能只给他打 打虫药嘛 好 那么就在那边想说 不然就 你需要的是 教育啦 让他们经济能改善啊 不然就是 不然就是干脆 那时候日本就是 很多人跑到巴西去嘛 那时候 应该学日本人把这个 这个原住民在这山上 反正也没有什么 应该把他移民到巴西去创业 但是真正想 能够改变的应该是 还是要有个制度 让这社会的不平等 让社会医疗 能够改善 这个恐怕才是真正的 的 解决方式 然后 碰到我的老师 这个老师 是做公共卫生 他是一个 陈宫北啊 在 松山教会 那个松山教会 他就是他家族捐出来的 在 在 那 他也是一个医生 清晏大学的 医学系的 这个 这个 他在做这个 牛奶战 我们那时候 现在是小朋友都吃太胖了 那时候是营养不良 那 他是一个医生 但是他做这个工作 他影响我 我 就是 我 我就跟着 跟着老师 他 他最重要的两个工作 就是 帮台湾的五角病 解决了这个五角病 另外一个是 呃 呃 叫 呃 呃 实验加点 治疗那个 呃 就是 陶竹苗这里的 呃 呃 大 大脖子 大 不过 大 不过 这个 这个疾病 那我跟他 跟 因为 对 这个 这个地方应该是在 泰安 苗栗的泰安 他 解决了这些问题以后 他 在 想的 也是在想 解决医疗的问题 然后就变成彩色的 就是 他就是 四年级 他帮我们 呃 上课 他教我公共卫生是什么 那 最 最简单的讲法就是说 啊 医院啊 医生就是在 那个车祸 发生以后 那你就去 那边去把他救回来 但是 公共卫生的人是在 那个常常发生车祸的地方 你去做一个告示牌 跟设一个妇栏 能够解决他的问题 而不是等他掉下去 再来救他 哦 就这个 前嫌异懂 我想都不是念工卫的 不是念医疗的 也都懂 哦 比较不容易懂的是这个 就是 他是一个实物上都在 解决问题的人 只会去检讨说 谁会撞车 谁会 是年纪大的 会撞车 还是是男人 会撞车 没有解决问题啊 你去研究这些 那应该是去规划 去开挖隧道 来解决这个问题嘛 他是比较practical的 那影响我 至少我啦 那他后来有讲说 哦 还好 我有教到你一个 听得懂话的人 我这一辈子就值得了 我也觉得很高兴 这个是 我第一个工作的地方 我一毕业 我没有做过任何临床 这个就是台大 这个城中卫生所 那现在已经被台大 把它拆掉 就是 这个是47年 设立 48年设立的 我进去做 做助教的时候 是64年 这个台大已经 已经想 想把这个 把它拆掉 然后我们 陈教授是 一直在捍卫说 公共卫生 很重要 训练更多的学生 我是末代的这个 就是助教 在那边带学生 那 这个后来就拆掉 变成台大的开刀房 那 这个 这个是 有个电影 叫做 叫做阿甘正传 他妈妈跟他讲的 其实 你生命中 你的生活 你没有办法知道 你下一步会碰到什么 就像一盒巧克力 你拿起来 你不知道 那个巧克力 里面是什么口味 那 要讲什么 讲就是说 我在这边 就碰到一个小姐 她在那边当护士 很漂亮的小姐 我就赶快去追她 就变成我的太太 那 就是 我也不再知道说 我去那边工作 那就会碰到我太太 然后就变成 我太太也是公共卫生的护士 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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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辈子就走不回到临床去了 所以 在大学生活 我两个学生 其实 就是 不是 只在这边念书 学习 他应该是找到一个 你的 工作的方向 找到你 就是 我就放弃 不要做医疗了 我做公共卫生 找到你的 众生的嗜好 下一章我会讲 找到你的 生活的办理 找到一个心灵的 心灵的导师 这个比你学 我所有学的 就业的时候都没有用了 我学慢性病流行病学 再学这个癌症的流行病学 结果 只有在这两年做助教那两年 还在教学生 然后之后就没有 就从来就没有用到 往下看就知道 那我后来就说 这个四号 我只学了一个 邓山社 我们那时候 大概也没有这些什么 独木舟 这个都老了以后才去学 唯一的感想说 要玩 就要趁年轻 现在我们一把骨头 还在 还在 学这个 塑溪冲浪 什么浪浪板 学水 我儿子 他学了 大概不到半个钟头就会了 我那样趴了半天 学了两三次 我永远站不起来 我不晓得下一步要怎么办 但是这些 这些 你一辈子一定要学一个文的 一个舞的 这个是学生 如果说我现在跟我的学生 就说你要一个outdoor的活动 一个是 心灵的活动 这是你的资产 我只学了一个登山 但是他对我改变了我这一辈子 那很不幸的 我就 我本来想去学校 留在学校做老师 就是学我的老师 但是 这个 我老师 在我研究所的时候就过世了 癌症 就是 疑障碍 那 那要回台大公卫所 学校没缺 那回去做临床 我又去 去国防 去当兵 回去 当这个临床老师 临床的这个医生 又太老了 那走投无路 那只好就求 去求我们老师的朋友 就是署长 王金茂 说 现在怎么办 不然你就到卫生署来 我有高考 就这样 我走上 我最不喜欢的一个工作 就是做卫生行政 这是我最讨厌的一个工作 我所有同学都不知道说 那个 那个业教授 业进川 现在就变成做行政 没有人会 没办法 我就拿到一颗这样的巧克力 我只要蹲下去 不管它好